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主教会的终身执事 执事的圣照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因为他要做博人的博人 他们要兼顾自己的家庭工作 除了要在所述的堂区服务之外 也会透过爱德服务 关顾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有时比全时间工作还忙 每天都是依赖天主的力量 做祂要我们 希望我们做的事 2018年5月 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终身执事 一起聚集在多伦多市郊的备证中心 这一次是他们继2013年 在香港举办第一届 全球华人终身执事交流大会以来 再一次让各地华人终身执事 聚首交流的好机会 我们今次交流大会的目的 主要是回顾我们过去的 现在的我们执事的工作和生活 在家庭上或者在牧民工作上 我们希望前瞻未来20年30年以后 执事的职责在教会的成长之中 我们都应该跟着成长 这次交流大会有十几位来自加拿大 美国 澳洲和香港的执事 以及是他们的太太参加 他们都一致认为这种彼此分享 和交流的机会相当重要 我们的交流就告诉我们 我们执事的所谓位置是做什么 我们的执事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凭自己一个人的想法 有时想错了也不一定 有些兄弟分享 他们说这样比较好 我可以用别人借镜 如何更加为天主服务 以及为我们需要的兄弟姐妹服务 大家的弟兄 平时在这里他在这里做 大家再有机会一起 大家分享也好 分忧也好 分担任何的东西都好 这也是很重要的 特别我们在北美 甚至在第二个地方 澳洲 纽西兰 每个人做的事又不同 比如你与团体的关係怎样 与教区的关係怎样 或者与你共事的神父 主任司徒是怎样 大家有不同的遭遇 大家可以拿出来 你说肚腹水又可以 很开心又可以 值得有这些东西 否则变成独行俠 就很难做传福音的使命 除了一连串的讲座和讨论 大会特别安排参加者 到访距离多伦多两个钟车程的 是家国殉道者 朝圣地 在这个纪念多位早年殉道的 耶稣会示的地方 朝圣地的主任司徒 特别勉励和嘉去这一班 为了回应天主的召叫 而无师奉献的终身执事 和他们的妻子 我认为每一位的 的妻子和妻子 在这一层一层一层 在这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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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声音 有一个声音 来到你当时 作家庭 是一个特别的召叫 你知道在背后的心 这不是无奉献 我努力努力我的整个人 我可以退职 每天都可以 我必须要去医院 我必须要叫 有人需要 the precious body of Christ there's a deacon, there's a call to be responsible for part of the parish community perhaps to raise funds perhaps to help with finance and running of the church perhaps helping build one who knows it is a sacrifice but it is a call that everyone here has been a part of and responded to in the midst of your lives you responded to a call will not lead to priesthood or being a bishop or an abbot or being in some kind of hierarchy within the church beyond your station but that doesn't matter because your station is a great gift and it is what you're called to do and you're doing it together as a family what a humility what a service what a grace God bless you 终身执事是天主教会圣统祭里面的圣职人员 圣统祭起源于耶稣本人 他选择了十二位中途去建立教会 将福音广传 就好像耶稣藉着为中途佛首派遣他们一样 中途也都为他们的继承人佛首 二千年来教会藉着佛首礼 一代又一代地继续传扬福音的使命 这种藉着佛首礼授权的仪式 叫做圣蝶 圣蝶是一项圣事 亦都可以叫做神品圣事 领受圣蝶的人包括主教 司度也就是神父 以及执事三种 由于晋升司度之前 要先领受执事圣职 为了予以识别 教会特别将那些 终身承担执事职务的人 称为终身执事 执事的圣职 来源于中途大少路 我挑选七位兄弟 帮助中途去照顾那些妇孺 特别是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妇孺 根据中途大事录的记载 早期教会的信徒 将自己的财物都归功用 各人都会分配到所需要的 但随着信徒人数增加 在分配日常的供应品上 疏忽了一些寡妇 中途于是在团体里面 选出七位友好声望 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 负责照顾团体里面有需要的人 好像孤儿 寡妇 和贫病者 这七位被选者 就是最早期的执事 这样那些中途们 能够更加的专心去 主要是广度 规划 引导未信的规划 基督的教会 在教会的礼仪之中 神父和执事都会披上圣带 但两者的穿法有点不同 神父会将圣带 由空前揽在颗颈上 而执事就会将圣带 揽在左边肩膀 斜披到腰的右边 这样的衣饰 也都反映出执事的角色 我们那条肩带 是一个 即出去帮人抹脚 一条毛巾 也有一些借鲸于罗马 执事就是 Christ the servant 基督做仆人 基督说 我来到世界 不是受伏事 而是受伏事他人 执事的形象 就是伏事他人的耶稣基督 我们是 Christ the servant 在祭牌上的礼仪中 神父基本上就是 象征了天父 原则上应该是主教 但主教不会是每个星期 所以神父就是天父的形象 执事就是圣子的形象 而是整个团体 信友团体就是圣神的臨座 就是圣神的形象 就是三为一体 所以我们叫做 perfect image of a church 就是圣父圣子 就是神父 执事和信众 执事这个名词的 希腊原文和拉丁文 是diakonia 和diakonatus 原意是服务 侍奉的意思 终身执事 侍奉的概念 被综合为三重职务 即是礼仪 圣言 和外德 根据2017年的一份报告 全球有超过四万四千名 终身执事 是神父人数的一成左右 而这四万多位 终身执事当中 有超过一万八千位 来自美国 占总人数四成 为什么不在所有地方 教会都有终身执事呢? 原来和教会的历史有关 执事就慢慢地 就是当我们的圣统制 主教、司徒和执事 就是正式一个 好像批律化了之后 很多主教就依赖 那个执事就是 打理世俗的事 是Temporal Affairs 等一些神父 就可以去专责去做 全教扩展福音的工作 所以我们曾经说 我们跟司徒 就是主教的左右手 而执事就是 特别是我们执事 就是主教的眼睛 我们在社会里面 生活所发生的事 告诉主教 神父就负责 主要是专于在礼仪上 和姓氏上的工作 慢慢地 主教也给多了工作 施度做 有些执事 我们开始有个人主义 觉得自己 接近主教 有些好像自我 和司徒有些磨擦 在工作上 大概八、九世纪的时候 神父开始担起一些 原本由执事负责的职务 执事在教会的圣统制 和日常的行政架内 就慢慢没落 后来演变成晋升神父的 一个过渡阶段 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前 有些神父就想想 德国政府的时候 开始想慢慢地消灭天主教 在欧洲的影响力 捉了很多神父去坐牢 在集中营 因为神父就在集中营里面 就是研究 如果日日缺乏神父的时候 那我们如何去传承 这个基督的福音呢 就想想一下以前的这个国籍 如何将这个中心执事 一个执事职以前可以说 已婚的男士可以做的工作 可以重新领去是一个活的 再不是一个死的职务 只是准备 准备圣神父 叫做Transitional Deacon的阶段 这些想法 透过书信 在神父和主教之间流传 到了梵蒂岗第二次大公会议的 筹备阶段 有主教在筹备会议里面 提出讨论执事的成绩 于是在梵尔大公会议的时候 教宗保禄六世 接纳了主教的建议 更加在1967年 颁布执事圣迹中座目函 定了一些规矩和条件 恢复终身执事的一个成绩 大公会的时候 主教们就决定重新建立 终身执事的这个圣殿 但是什么时候做 需不需要做 回复这个成绩的时候 留个权责 留给地方教会 所以才有些国家 有些教区有 有些国家没有 教区没有 难得有多位来自不同地区的 华人执事聚首一堂 摄阶队把握机会 和一些执事聊天 了解他们回应 终身执事圣召的心路历程 每一位执事背后 都有自己的故事 可以说是决定性 因为他的病 所以我才会 他离开了我 我才会考虑这件事 病很困难 很长时间和他在一起 但当你的生命 失去了那么重要的人 你会想一下 究竟你剩下的时间 你会来做什么 自己觉得工作 已经没有很大的意义 追求更多的专业 或者没什么意思 不是很多钱 但已经足够了 所以有这个决定改变 在我们很多起步点 都是因为自己做 自从可以发挥热 有光 我们在唐区中 看到一些终身执事 他们的工作 在尼撒和爱德的工作 我自己在教师 教席退休之后 突然这个工作挺有意思 就投身下去了 但慢慢每一段时间 每一天在自己学多一点 成长多一点 了解多一点 对于终身执事 整个成绩的辨识 每一天都在增长 在美国的时候 遇到一个执事 在做工的时候 我觉得它有点特别 我对于执事 有点兴趣 然后再回到Hewseton 又继续在唐区里面 很活跃 我想想 也不需要理会 因为做执事 和做一个唐区工作 一应大家服务 没有说 不一定要做执事 才做 后来陈父年纪大了 一定有些人出来做事 在那时候 就开始想想 神父说 你去试试 我写了信去 想想就开始了 谁知道 刚刚开了课 那时候我来 每四年一届 因为他开了学历 我要等三年 三年之后 我就要读四年书 我终于等了七年 才做到 我原本就是一个财经记者 财经编辑 个人本身 你知道因为职业方面 看书比较多 所以都很喜欢去研习一些东西 去看一下 就是进修 就是一个召叫 叫我去 至少在神学方面 那些小小的进修 在读读的过程当中 环境的氛围当中 很多朋友都会问起 你有没有想过做终身修士 那我说常常 因为读书 哇 这么辛苦 说笑吗 立刻一口拒绝 读完诗之后 过了几年 都完全没有一个召叫的感觉 但有一次很强烈的召叫 祈祷当中 密相当中 发觉天主比我太多 一个好的家庭 一个很好的经济状况 一个好的态态 我觉得这件事 不去做一个感恩的话 我觉得 我自己很过意不去 那我毅然就去申请 做终身修士 一位男士 由有意辨识终身修士 从自圣召开始 到晋升执事 似乎不同教区的规定 通常随时大概四至六年 培育的过程都相当长 首先你申请了做有志者之后 你要做个分辨 要做个心理的测验 要找个神司去帮你看一下 你的性照是否适合 经过了年多两年之后 他就觉得你适合了 接受你做校舍人 有一个失陆礼 失陆礼之后 就开始读书 以及会给一个堂区 给你实习 实习的时候 当然是木迷方面 就是堂区的工作 跟着神父 接着就要拿两个职务 一个就是读经职 和一个就是扶制职 这些很多都是例而上的事情 因为执事的工作 其中一项就是要服事这个圣言 第二边的工作就是要做爱德的工作 爱德工作都需要做实习的 在香港我们主要的爱德工作 就是监狱 医院的探访 以及一些婚姻的方面 由于终身执事 需要投放不少时间 在堂区和爱德工作上 于是教会特别强调 有志辨识这个圣诏的已婚男士 一定要得到太太的同意 由辨识以至整个培育的过程 配偶和家人的支持都相当重要 事实上不少教区都鼓励太太 陪同先生一起修读执事课程 有这种陪读经验的太太 都觉得这个过程 为他们带来很大得着 初初他读执事的时候 他就问我 我读执事好不好 我说这些是一个神召唤的 我说你认识一下 你如果真的要读 我会陪你一起 我又是有一种很喜欢挑战 如果你读我也去读 那时候他说你行不行 因为那时候我还有三个小孩 我说尽量 如果是天主愿意 我们一定会成功 我们初初读真的很辛苦 不过阅读就愈有兴趣 我们在德州读书很有趣 就是一个星期要上一日课 我们选了星期二 然后星期六要上全日 四年我读读 大家好像比赛一样 原来考试尤其是 托乃 我分数比他高 每次考试尤其高 其实我也做不到什么 只是支持他 他去读书的时候 我一起去帮忙做 执头执尾 其实他在读书中 我都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他一定要两个一起上课 跟他一起上课 之后那三年多 无论是圣经 做人处世 各方面我都学到 都有得着 最后那两年 我都不能帮他 因为我帮不到他 写那些课 后来那些小孩 两个排队 帮他 小孩学到东西 我又不用担心 他怎样 他听不明白 怎麽办 这么加难 他已经捱过了 经过多年培育 在进跌之后 终身执事会被派到唐区服务 他们的工作包括施行洗礼 协助婚礼 并且以教会名义举行祝福礼 带领祈祷儀式 和参与圣道礼仪 教导信众 主持葬礼 至于坚振 告解 祝圣饼走成圣体圣血 病人富有这些圣事 就由神父负责 虽然执事只是负责部分礼仪 和圣事 但是单单服务堂区这一环 已经用了他们很多时间 再加上爱德工作 可以想象他们有多忙碌 都挺忙碌的 因为有时比全时间工作更忙碌 因为我的唐区特别 有三个地方开尼撒 主要有八台尼撒 我经常都要走来走去 再加上你去监狱 或者探病 或者去老人院 整天都在路上 不会坐定定 都是一个挑战 又要在灵修方面 自己要进步 否则会发脾气 当然会 而在一些海外华人团体 由于主任斯特往往未必是华人 亦不懂中文 华人执事 往往要担起更多工作 来自美国西雅图的圆铭城执事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的唐区有四个团体 第一当然是英文 第二就是尼撒国 第三就是我们中国 第四就是越南 通常我主要都是一个月 一次帮助英文尼撒的人 和神火一起相继 不是讲道理 另外我每个星期 我都会为华人团体的主日 来到开尼撒 亦都是一个月 讲一次道理 因为我们本身的团体 我们的神父是越南人 他又不懂中文 便知道我有什么需要 就是为他们 例如很多时候 有些避静 港座 或者带去朝圣 或者做一些牧民的工作 我也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团体的人 就要问一些教理的东西 因为这样的挑战 我会不停地去进修 自己多看一些书 多问一下 多问一些人 慢慢搜索自己的信仰 终身执事 为了服务堂区 和有需要的人 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但天主对慷慨付出的人 亦都格外慷慨 在服务当中 他们往往得到啟發 令他们有更大的动力 继续侍奉 当我进叠之后 自自然而然被人吸引 留在老宿者之家 现在培训开始 已经是十几年了 对我有些啟發 因为一些经过很多困难的人 以至到他有遭逢不幸 无法子无以为家 或者是很穷 要去到无常的饭堂吃饭 这些人的经历 是让我们有堤狐灌顶的作用 我们从来都没有遇到的情况 他们会遇到 因为他们遇到这么多困难 对我们也相当坦白的说话 变成少了一些平时的拘紧 多了一些真性 对人性的交往更加贴切 医院 尤其是有时见到一些夫妇 就真的很好互相照顾 有些结婚都五、六十年 到生命的晚期 他们都好好照顾对方 那个先生呢 他11点半开始看病 他11点早上都来 坐在病房门口等开门 去到有服务她太太 用热毛巾帮她抹身、抹臉 好好 虽然病没有好到 没有好住 慢慢双 但他都很长时间照顾 我记得那个是中风的 不止中一次 第一次 接着又再中 后来都不行 也有差不多半年时间 不离不弃 这些是很好的教友的例子 生命最重要的是 有彼此的支持和爱 能够这样做出来是好 大家都有个鼓舞 回顾自己的执事生涯 一班执事都觉得这个圣照 推动自己更认真地走成性的道路 在这个培训过程当中 你真的很感觉到 真的要将自我一样一样去洗脱 也将整个人的思考中心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我觉得我今天整天 虽然领了职三名 但仍然在进一步进修当中 做了差不多七年的执事 我想最主要是 时时我们都要依赖天主 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都是有限的 真的不是说没有困难 有困难的 有时亦都很惊讶 但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 天主又说 你这样做吧 或者这样做会好些 又是 所以就是 每一天都是 依赖天主的力量 做祂要我们 希望我们做的事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除了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 回应斯特圣照的人 都有下跌的趋势 在不够神父的情况下 终身执事填补了部分圣职人员的空缺 舒缓了神父的重担 藉着为礼仪、圣言和爱德服务 终身执事将基督的爱带入社区 也将在社区里的体验和需求带入堂区 各位已分的天主教男士 你会不会考虑加入终身执事的行列呢? 圣经真的是我的最爱 因为那是一个摸得到的天主 给一种动力来正能量去面对 看圣经的人多 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古时的人 如何将圣经流传呢? 你想想一只羊 有多少可以给你写的地方 所以你要多少只羊 才可以抄完伊撒尔先知书呢? 圣经这一部由古时流传到今天的经典 要如何看才能令它发挥应有的效力呢? 请不要错过这个星期的《爱常传》 看完这集《爱常传》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故事 同时也请收听逢星期六的电台节目 《爱生命》 以及订阅Podcast 要购买天主教灵修书籍 和信仰灵修礼品 请来到生命印传书社参观选购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天主保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